第一次赶上族会就不来 这么不给长辈们面子呢 谁知道怎么回事 我怕他年轻人赖床耽误事 好心派人去喊他 可是马忠义死活不让进去 院子里也一点动静都没有 说不定还跟男人腻歪着呢 哼 身为长辈 这么说话 不觉得为老不尊吗 你不是 不是什么 这个位置是你能坐的吗 哼 老天和你儿子可能出事了 赶紧让你姐夫把那个姓业的抓起来 看看能不能问出你儿子的下落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就直说了 之所以把大家聚在一起 是因为有件事要跟大家商量 唐渡市天策集团在西山省寻找合作伙伴 有实力参与这件事的集团 都已经开始准备了 虽然咱们这几房的实力 在西山省都不是顶尖的 但咱们凝成一鼓声 照样举足轻重 跟天策集团合作的这个机会 我实在必得 大家觉得呢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不过咱们这几房实力有强有弱 这件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掺和得上的 是啊 没那个实力的 勉强掺和进去 也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何必呢 六房经过老爷子生前那么一折腾 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吧 大侄女你就算了吧 免得中途退出 惹人笑话 多大的项目啊 被你们说的好像要搞在人行天似的 最少三百亿 天策集团出一半 剩下的分摊到咱们头上 每家最少也得拿二十五个亿出来 侄女你拿得起吗 没钱拿 再听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你们还是走吧 你们就这么笃定我们拿不出来吗 十三不要再说了 唐燕燕已经理清了成峰集团的账目 别说积蓄我们甚至还有近十个亿的欠账呢 成峰集团是个什么状况 我们很清楚 石原不是我们针对你 只是这件事你确实掺和不起 你去把六房那里摊在心里说了 以后有了合适的项目 我们再带你 假如石原现在拿出了钱呢 那就让他加入好吧 成这种义气之争没有意义的 不会是要变慢的成峰集团吧 打中脸充胖子可要不得 要是感动成峰集团 可就是乔家的罪人了 石原现在就可以拿出隔翼 行了出去吧 小石原在的时候都不敢说这种大话 别废话 不知你们每家的资金现在都到位了多少 我们每家会先出五个亿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凑集 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没人能拿得出五个亿了 大家的生意都在周转 在大的集团 要马上拿出五个亿的流动资金 都不是那么容易 生意上的事情 你不懂就不要乱插贼 那要是石原现在就拿出五个亿 岂不是证明他实力比你们都强 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们得先能拿得出五亿来 哼 我们拿出来了 这件事是不是以石原为主导 你们是不是都得听他吩咐行事 你们拿 只要能拿出来 我第一个支持 燕姿吧 十三从来不会信口开河 可这么多钱 他到底是从哪来的呀 哼 叶十三 你是不是没睡醒了 你要是随手就能拿出五个亿 当初还用入坠当上门女婿吗 尽管燕姿就是 哪那么多废话 死亚子嘴硬 我给你查查这张价值五亿的银行卡 看看够不够咱们在座这些人吃顿火锅的 是不是不够吃火锅的 没事 书请你 五个亿 他卡里真的有五个亿 这怎么可能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说过的话 肯定不可能像放屁吧 这件事是不是就由我老婆主导了 算了 我连天策集团的门巢哪边开都不知道 这件事 当然还是以治国爷爷为主导 放心石原 这是个好项目 跟着我好好干 你们六房 很快就能走出困境 谢谢 我还有事先走了 各位长辈慢慢聊 怎么可能 乔学商一家的过往经历 咱们查得清清楚楚 六房的经营状况 也是摆在那里的 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出五个亿 真特么见鬼了 哼 乔治远的老狐狸 我就知道 他的安排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姑娘 你 你先离我远点好不好 哼 告诉我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姑娘 你在这样我只能对你不客气了 怎么个不客气法 当我怕你啊 我告诉你 我是负责保护十三先生一家安全的 我有权利知道 昨晚发生的事情 昨晚有坏人闯进来 把我们全都抓走了 是十三先生救我们回来的 啊 什么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十三那些钱是怎么回事 是吴东来给的 他为什么给你那么多钱 他觉得自己没能力守住那么多财富 所以出钱让我保护 那也不用五一那么夸张吧 而且成峰集团现在的状况 你也看到了 我根本没有能力帮人家 放心吧 这件事我会搞定 开玩笑这么简单 就能让我这个微镇国际的教父出面维护 吴东来是沾了天大的光 如果传了出去 不知道能让多少国际资本搭了项目 我建议你 尽早把钱给人家退回去 十三先生 我丈夫王天悦 从部队回来了 想要见见你 当面表示感谢 我现在要去立家诊堂 你让王大哥去诊堂找我吧 王八蛋 你给我站住 欺负我爸打我二叔 还骗我爷爷要我家的诊堂 今天非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 哼 你爷爷在你身上倾注了那么多心血 你就不能学点好 让他欣慰欣慰吗 关你替事 给我打 哼 这些混混都是他带来的 狗东西 不要脸 欺负人家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把他绑起来 让他骂个够 敢绑我 我跟你们拼命 姓业的 你会不得好死的 放开我 骂吧 什么时候骂够了 我什么时候放了你 我不骂了 你放开我 不 我觉得你还没骂够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是我不够警戒 被人暗算 差点酿成大错 你们虽然都洗我 但毕竟不是专业安保人员 对方准备充分 你们中招很正常 不用自责 爷爷 你快救我 这是怎么回事 都是那个姓业的王八蛋做的好事 他欺负我 哼 怪不得把我和你二叔骗走 是不是又冒犯你施工了 爷爷 您先把我放了 不然我没脸见人了 你已经让我没脸见人了 在那好好反省吧 什么时候知道错了 什么时候把你放了 师父 对不起 那个逆障又惹您生气了 我要是那么容易生气 这些年早就不知道被气死多少回了 不过 该教育就得教育 因为你爱 以后吃亏的 可是他自己 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那么宠着他的 弟子紧记师父教诲 师父弟子有个不亲之情 有什么话 直接说吧 师父可不可以 把那个逆障带在身边 让他聆听您的教诲 同时让他端茶送水 替我侍奉师父作用 可以 谢谢师父 去把他放了 你也这样还不跪下 你以后就跟在师公身边伺候 听候你师公的教诲 我不要 这样还不容易让我去死 闭嘴 你要是不听话 以后就不要再叫我爷爷 猴子 你先把他带在身边 好好调教调教 明白 起来吧 叶神医您好 我是王天悦 神医什么的不敢当 叫我名字就好了 我在家准备了韭菜 想请叶先生过去喝两杯 以表感激 外面来了很多人 把咱们诊堂归起来了 估计是来闹事的 咱们诊堂最近出过医疗纠纷吗 没有啊 那他们闹什么事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老东西 跟你没关系 思源点 不要惹祸上身 哼 小子你就是叶十三吧 没错 带走